他們說 軍隊中有哪些是絕對不能碰到競技 有一個 絕對不可以移階高掛 就是假設說我現在的階級是二兵好了 然後我現在要掛上兵 有些人可能為了面子啊 我幹嘛掛那麼低的階級 我可能再過個幾天就要升一兵升上兵 就急著掛 跟你講 絕對不要 會怎樣? 會衰啊 會衰 我親眼看過一個真的是在衰的 被電啊 莫名其妙 被欺負啊 或幹嘛 哈囉大家好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Nita 今天呢 我們要來拍什麼了 就是大家敲碗已久的 當兵續集 因為大家好像對於 當兵啊 志願役啊 疑隊啊 對 知道空軍裡面的風氣怎麼樣 還有午餐四十三軍裡面最高級的是真的嗎? 我去過 我們受訓嘛 在陸軍受訓 我也去過海軍吃過他們的午餐 然後自己本身的空軍出來的 並不是全部地方都一樣 像我去過左營 海軍的大基地 對 我去那邊吃他們的飯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去到海軍試飲部去吃東西 然後就覺得沒有那麼好吃 其實東西好不好吃 主要還是要看什麼 看主的那個人 對 看主的那個人 你單位越小 正常講吃東西越好吃 那你可以想想看三軍分別什麼樣的風格嗎? 這會不會論戰啊 我自己覺得陸軍就是很很精實 空軍的話就是一個 我們的軍風就比較活潑 比較彈性 比較人性化 然後海軍的話就是 他會去學習陸軍的精實 也會去學習我們空軍的活潑跟彈性 中間去取捨 請問伙食的部分有遇過什麼好玩的事情嗎? 我之前有遇過 有一次晚餐的時候 我在屏東 那時候很開心 就是那天的晚餐吃得非常好吃 稍稍有過那麼好吃的 因為夏天嘛 就喜歡吃這種酸酸涼涼開胃菜 然後又是那時候就吃一種海鮮 不知道是蝦子還是羅類 反正吃得很開心 口味又很重 大家都吃得好爽 大概100個人吧 然後11點12點的時候奇怪什麼 肚子很痛然後起來 欸 跟你講 睡覺睡到一般 肚子會痛到想要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代表真的很痛 真的要拉出來 真的要拉出來才會起來 我起來的時候 嚇到 房間要有8個人 奇怪 怎麼只剩下我一個人 然後廁所燈火通明 對 我去看了一下 每個人都在那邊衝廁所 下一題喔 現在 會不會後悔簽字願意呢? 在軍中有沒有遇過可怕的事情? 會不會後悔簽字願意? 跟你講 你簽字願意的話是有一個階段性的 你剛開始簽 可能會覺得還不錯 但是可能沒有很快 大概4個月之後 會覺得說很後悔 但是也不會持續到非常久 然後又會覺得好像還不錯 因為發薪水 可能發你用獎金 會說好像軍中真的還不錯 一路讓別人中 但是我一樣 再次要宣導一件事情 一定要想清楚 才不會讓別人時間後悔不得了 當空移時粉絲很多 有遇過特別熱情的狀況嗎? 有 我有遇過我在那個 中間紀念堂 我被一個 一個男生 尾水 我從我們的休息區走出來 然後去廁所 上廁所 我才剛進去了 就有一個人衝過來 然後中間紀念堂那測手其實很多 對 就是一個小便 一個小便斗 一個一個小便斗 然後我在其中一個地方上廁所 他就硬要在我旁邊上廁所 很多空的 對 但他硬要就是站在他的旁邊上 好啦我在他上廁所 不管他就上上廁所 突然就轉過來就說 欸這個是你嗎? 就拿那個手機給我看 就是我的一個截圖一個封面 你說在尿尿尿到一半的時候 對 然後我就說 對這是我 然後他就說 那可不可以請你 我以為他會跟我說什麼 拍個照之類的 結果他竟然跟我說 可不可以請你幫我捏一下 那個 哪邊癢 哪邊痛 哪邊痠 幹嘛 叫我摸他大腿 對 然後我就說 欸不行喔 這我沒辦法 我會不舒服 結果後來因為我還在尿尿 他就直接 用手罐 然後 抱住我 然後摸了一下 就衝過去外面 然後我就 抓起來 之後就往外衝 把他抓住 把他抓住 叫外面警衛啊 警察 警察 老哥幫我把他抓住 他跑掉了 這也不是什麼特別熱情的情況 這是一個非常不對的 對 不對 很多人說 當兵很好 週休二日 錢又多 又規律 對這有什麼看法 真的是這樣嗎 謝謝 我 我跟你講 當兵很好這件事情 我可以打勾 因為當兵 我自己覺得 實際上真的還不錯啊 只是我要的 我要的已經 跟我18歲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不選擇去當兵 然後週休二日 錢又多 這東西我打X 你18歲 剛出來看的話 可能錢是多的 但是你到20歲 錢不代表是多的 然後週休二日的話 是要看原本 那也要你放得到啊 對不對 然後作息規律 作息規律 欸沒有 因為有些要站哨啊 幹嘛 一天三班哨啊 有些更硬一點 一天四班哨 為什麼不想當滿20年 欸 我本身我的親戚長輩們 有好幾個 也是當滿20年 有軍官有士官 平均他們的終身奉 你猜20年到了會多少錢 就每個月差不多3萬塊 我覺得 欸沒有 現在沒那麼多 20年的話差不多快3萬而已 4官啊 啊軍官當然更高 3萬多 年改改過之後 他們的 終身奉的算法是 必須你要多當好久 可能你要當滿35年 你給月 月推奉才會有4萬多塊 或5萬塊這樣子 夠你生活 那你階級越大的人 就更多啦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階級當到那麼大 那麼好 為什麼不想當滿20年 首先我18歲入五 我20年我38歲 就一筆 3萬塊的月收 穩定月收 可能不會到非常差 但相對的我跟身旁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比 我可能也沒什麼競爭能力 所以說 年輕才是本錢 就是要趁著年輕往前衝 對對對 當兵六年 你有被學長特別關照 或被排擠嗎 在軍隊中 哪些競技的 是絕對不能碰 我自己覺得說 我當兵六年是很順利的 任何地方都一樣 從我們學生時期開始 都是一樣 團隊生活 並不是一個人 可以獨自去面對的 一定都是要找到 跟你 頻率上比較對的人 你才可以過得很開心 像說 軍隊中有哪些是 絕對不能碰到經濟 有一個 絕對不可以 第一階高掛 就是假設說 我現在的階級是 二兵好了 然後我現在要掛上兵 有些人可能為了面子啊 我幹嘛掛那麼低的階級 我可能再過個幾天 就要升一兵升上兵 就幾個掛 跟你講 絕對不要 會怎樣 會衰啊 會衰 我親眼看過一個 真的是在衰的 被電啊 莫名其妙要被欺負啊 或幹嘛 然後 在這裡 fö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